第一天在開始的 就踢館賽 覺得壓力多多少少都會有 因為人越來越少了 有人被淘汰我都會哭 因為我覺得 大家帶著夢想來 然後就要提早離開 所以我每一次 我都很盡力地做到我們一場表演 讓喜歡聽我唱歌的人去 看到我唱歌聽到我唱歌 愛 隨著你一起悄悄離開 我的心放著在你的門外 你的影子和笑容還在腦海 愛上你認識中無奈 別說一切底天的安排 太多錯誤 只在乎沒有未來 我不明白 我情願受傷害 直到一天 直到一天 你懂得去愛 我不明白 為什麼 真情不再 只有你的愛 forever 永遠等待 永遠等待 太多的傷悲 也許能體會 屁肯定 帶我跟妳哭和淚 愛不是一種罪 我們的幻笑和淚水 會從黑蓝的天空飛 我不明白 我情願受傷害 直到一天你曾多取愛 我不明白 為什麼真情不再 只有你的愛 forever 永遠等到 沒有 我要對武士愛說 武士愛加油 冠軍賽加油 所以只是來幫這個朋友打打氣 因為太厲害了 但跟她這個能夠抽到她你覺得 也是一種福氣 而且妳講話真的很溫柔 她都跟她說 她的尾音有一點氣音真的是 蠻害羞 好 害羞 馬上就要有請我們的小林老師講評 其實我剛剛在聽你唱 因為這首歌旋律非常好聽 可是我從開始的時候 可能那個音域 其實我覺得那個key 可能你還要再找一下 因為那個前面的音聽不清楚你在唱什麼 咬字 可是一直到最後 想你那一夜 那個地方開始因為編曲的伴奏變少了 你的聲音反而很乾淨 所以就變成說你的編曲方式 可能要跟你熟悉的阿密特的是不一樣 這樣才能夠凸顯你自己聲音的線條 然後嘉威今天的唱法 其實是我覺得是 有在聲樂跟流行當中找到一個平衡 可是像那個forever 永遠等待那個forever 你在做Crescento的時候 你自己要去拉回來一些 所以不是說那個不好 而是說你自己要去斟酌 因為你可以用 但是你可以選擇我怎麼樣用法 這個是你之後唱歌的時候你要去選擇的 但是整個起承轉合其實都是非常好 而且你做的都 不管是感情的釋放也好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都很厲害啦 馬上就要看兩位的分數 首先是黑色牡羊請評審按燈 黑色牡羊演唱自己作曲的 王中作工人得到的分數是17分 好 不錯的成績 接下來是李嘉威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李嘉威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24分 非常高的分數 其實我想在這個歌唱上的學習 應該從評審的獎品大家都學習得到 你有沒有比如說在看電視的時候 很好奇 星光大到什麼事 然後來這邊發現 原來跟你想的不一樣 真的啊 站上來基本上就是開始發抖 小胖老師你有什麼話要對他說 你有注意到他剛剛給你的分數嗎 有 看不到對不對 沒關係啦 我喜歡他的坦白 你變得不能再對我坦白 小胖 會唱一下 你學會欺騙去面對現在 可是我沒有錢 可是我沒有別 可是我以為你走看得見 謝謝 兩位要不要組一個團體啊 喂 配胖 配胖也白胖 還不賴好不好 好啦 那開心啊 不好意思我們聊太開心了 那個千王在這邊跟他握手一下啦 恭喜李嘉威再拿下一盒 謝謝 謝謝